好 來 看到最新現場了 這次呢 之前傳出名模林志玲 欠了三年的健保費 在立院引起了討論 上次立委張顯耀就說 這實在是制度上面的不公平 上次我們連線給記者林佳元 但來關心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下個月 四月一號 其實呢 很多人都要調整這個健保費 包括三百萬的人會受到影響 但是現在卻被爆發爆書表示 這次第一名名模林志玲 居然有三年沒有繳這個健保費 今天的立委怎麼說呢 帶你一起來聽聽看 那個林志玲三年都沒有繳健保費 那誰在包庇他 我們的行政執行處在幹什麼 是因為他漂亮嗎 因為他是名模嗎 只要一般的老百姓 只要欠退的話 一年的話 馬上就限制出境 馬上就鎖卡 馬上就鎖卡 那為什麼只有林志玲沒有呢 我覺得這個相關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追究 那林志玲 你好意思嗎 你當年你摔馬的時候 大家是用總統級的來照顧你 發了多少我們的醫療成本 發了我們多少納稅的義務人的錢 那三年的健保費不交 對他來講 健保費只是區區的 少一點點錢 都不願意交 其實真的是 我真的是 可恥 作為一個自由藝人 對於藝人來說的話 他的收入 財政單位很難去了解 所以在健保投保方面 確實有很多的漏洞 那麼在這方面我想 可能健保局跟財政部要去了解 但是更重要的 也凸顯得我們健保在制度面 還有很多缺肉 在調账的同時要一併來處理 好 年收入高達近千萬元的這個名模 林志玲 他健保費調漲居然漲不到他 因為他在三年前就已經中斷投保了 而且三年沒有繳這個健保費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欠費或者是違法的疑慮 還要再調查 那像是立委員最新狀況主播 好的 剛剛立委可以聽到 用可恥來形容林志玲這講話非常的重 不過待會兒健保局也會在稍後 來針對林志玲欠健保費來做出說明